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着我们见人流都因为它今次加上美食节 所以有些客人可能多元化一点 多了些客人就会有些就来看食物 有些就可能专门过来看譬如家居用品 之前疫情多了在留在家里看到有些家居状况 觉得那些厨房都开始够了 而现在见到这个呢 其实基本上这个叫十一层细心甲板 那为什么甲板可以做到这个追纹 好像沙滩那样的效果呢 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工厂 所以才可以做到这个呢 封边技术都是很smooth的 你看到这些位置就不会出现黑气 又或者飞边的状态 那就很适合用在厨柜的 那好了下面这个呢 就是石英石的台面 那其实基本上呢 现在石英石都开始流行了很多 因为它的强度 和它的食息程度呢 都是比较理想的 就是会比较适合用在厨房 这些比较容易脱的地方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推荐客人去用石英石的 那接着其实基本上呢 我们都会有这些的执帐拉纜 那你们现在看这个高身拉纜呢 其实这个全部都是重磅路轨来的 旁边就见不到路轨 全部都是做底露的 那它的特点呢 就是基本上你见它 你见它摆了那么多比较重的东西呢 它都是很smooth的 就会有自己缓冲 soft closing 的效果 连动门也是的 那整件事呢 对于那些住家来说呢 就会很方便 而且很实用 这儿还有很多新潮的家电 可以给大家设计在家里的时候 看看有没有什么的新东西 可以符合到大家的家里的需要 这儿我们扭多一下 蓝灯着了呢 就会是一个冰水的状态 那这个呢 就过累了大概是5至12度左右的冰水 那就可以直接拿来饮用的 那我们再扭多一下 那闪一下闪一下呢 这个呢就是有气水的状态了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常喝的sparcling water 那我们也都推广很多环保 那不需要再去外面就买一些瓶装水了 那在家里呢 其实已经可以享用到这些热净的冰水 有气水的水了 那其实呢 一般要安装这些多功能的水龙头 那我们就牵涉到有个热水箱的 那热水箱呢 我们就会见到 右手边这个圆柱体就是个热水箱了 那它就是刚才我们所谓的真空壶 那就是帖着保温 兼设是将它加热和过滤的功能 那另外呢 左手边这部呢 就是我们叫一个冻水箱 可以这样理解 那它就是刚才说的制冷 过滤 那你看到的泥芯就在这边了 那这些水呢 都是过滤完 制冷 那还有呢 你会见到有一支食品级的二氧化碳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打气下去的时候了 那一般来说呢 我们都挺推广 那些客人是自己可以更换 很多东西 其实我们在家里已经可以DIY得到的了 例如更换气泥 很简单 我们就是逆时针这样扭 顺时针这样扭一扭 那就可以扭个气泥 那新的气泥呢 我们就上网顶了 送到你家里的时候就可以更换 那我们都很鼓励大家 就是喝少一点胶瓶水 少一点铝罐也好 就是胃环保多出一分力 其实香港的水呢 经过过滤之后 其实非常潔淨都可以直接饮用了 upward肚钱 油风ning 不仅charged 一个家里的厨房都很重要对 關乎到家里人健康 今晚我们想全部包製 Clean 跟我们的年薪 一起生费 我们家里的厨房都很重要 再评请整个介绍 也许比香港人家里的家里 事件很重要ican 我们这个是一个台湾的牌子来的 我們這個鑊是完全沒有塗層健康的鑄鐵鑊 它最大的特點是用一個陶瓷帽的技術鑄鐵 所以它可以做得特別平滑 另外它完全沒有塗層的關係 又不怕刮,不怕大火 所以是可以用一輩子的鑊鑊 為什麼它會不黏底呢? 其實就是因為可以養成一個天然的油膜 跟其他鐵鍋不同 它出廠之前已經用健康的阿麻紙油幫你開了鍋 所以回到去就不用炒豬油、韭菜 完全不需要 清水洗乾淨就可以用,非常之方便 很多人用不住鐵鍋 因為它是沒有塗層,怕黏底 但因為它有些天然的油膜 已經養好了,對身體完全無害 所以你會看到就算煎豆腐、澱粉汁 或者是蛋白質的東西 它都會很輕易就可以鏟起不黏底 要加少許油的 因為它完全沒有塗層 但它會輕易就可以用到 而且因為它是鐵的關係 它全熱是很快非常之好 就算是小火 它保溫能力都會很好 平時在家就不需要太大火 它都可以很有王氣 尤其準備家居裝修之前 參觀一次這類型的家居展覽 就可以一次過了解市面上 有甚麼裝修物料 和家居配置可以選擇 是貨給三家的好平台嗎 我們早前就收到家庭觀眾 跟我們分享它的裝修單位 臨到交貨 但自己就不太清楚 師傅究竟手勢好不好 交給我們驗收最後一次才放心 臨師,我們裝修解密都休息了 好多一段時間 我之前就說了整個裝修的流程 如何跟進 真的有觀眾和我們同步 做了一場裝修 現在這一刻就收樓了 但就安心了 會不會有甚麼要收樓 有甚麼要檢查 作為護主在一個裝修員工的階段 當然要自行檢測一下 要看的包括裝修每一個飾面做得好 以及每一樣東西的實用性 我們分開幾個環節 跟觀眾講解一下 讓我現在逐拍跟大家開始講解 好 我們之前說過 裝修功力要看收口 很多都是擠膠 其中一個部分 看這個門框都有擠到膠 是的 因為所有木碰牆聲的地方 尤其是有分那麼高 門的七尺高 我們知道牆身沒有8分8直 但木是8分8直 所以很多次這樣拍起來 就會有一些隙子出來 所以我們要靠填填膠 把這條隙子遮蓋 免得藏塵 不過我看到這裡的門框 有些是有擠 有些是沒有擠 我看一看頂 它都是沒有擠的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這個頂部 我摸到封口線 拍到牆身都比較平 不會太藏塵 再加上這個不是健康位 所以按護主要求 如果護主特別執著 都想擠上膠 其實跟裝修公司相討 都可以做得到 還有一些位置比較窄 打不到膠槍 那些位置又不能夠 假設很近 就有個假天花 玻璃膠槍的槍咀是不能下 這樣可能跟裝修公司說 可否用手指填上 都可以遮蓋 達到這個效果 看完修後 我們當然要看安裝門 安裝得好不好 我們就看看整件事的實用性 譬如 究竟我關門的時候 有沒有門玉刮門框的情況出現 刮框的時候 當然要找裝修公司去調校 另外還要看看所有小五金 包括門教 門鎖 門頂這些五金 究竟裝得實不實正 除此之外 我們還要試一下 在關門的情況下 嘗試搖一搖到門 究竟會不會我 按一按的時候 門會動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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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的 如果這些情況出現 就更加需要裝修公司跟進 否則當家裡的窗開時 有空氣流動 門後 有時候睡覺時也有聽到 噪一噪一噪聲 就會睡得不舒服 至於拖門當然要測試拖門開關得順不順 一般我們測試拖門開關幾次 看看整件事是否暢順 如果有些卡都證明路軌裝得不好 相反如果是開關得暢順 其實開關極整件事都很順 停止也很順 除此之外我們要測試門鎖鎖得好不好 試一下輕輕打開拖門又搖一下 看看它會否大幅度偏離 如果真的搖得動而是大幅度偏離 可能是下面的限位器沒有安裝 記得要跟進好它 接著到這種暗門或廚房門 有個氣鼓或油壓鼓可以自己關閉的門 試一下它能否結實 都可以 關門的話 看來都是順暢的 因為過關 看起來都不錯 如果擔心問題是關得太快太慢 或者打開門90度卡不緊 這些問題都可以叫裝修公司調教 所以不用擔心慢慢時 還有有什麼問題跟裝修公司說就行了 我剛剛明明擦乾淨了洗手盆的桌面 但隔了一會後白色印又出來了 究竟為何和如何解決呢 有甚麼問題是否很高 conduct 難做 也可以發射清查 因為這方面的模特兒 這種模特兒粹都可以放進去 健身後就是有問題 好東西就黏在上面 用砂紙磨掉它 用一張有些砂紙220 通常220以上都可以 如果太粗 是會磨花了那塊石 最重要的是濕水磨 磨是靠速度 不是靠像用臉部 慢慢磨磨就可以了 磨了也不夠一分鐘 應該都很乾淨 難得頑固的污漬都可以消失 未來難可以放心 就算勤力清潔 但是單位住久了 物品表面擦得多都會磨虧 日積月累的損耗令物品顯得殘舊和髒 計劃重新裝修都可以請教設計師 如何選擇耐用易打理的裝修物料 不過接著我們參觀的設計單位 就沒有以上的問題了 因為是一手的全新樓 設計重點任務就落在空間規劃 我們了解一下裝修之前是怎樣 這個實用面積大約760呎 原積三房間隔 連一間工人套房的單位 全家屋只有護主一個人居住 只是保留一間主人房 作為睡眠區都滑滑有餘 其餘的間隔都要推倒重來 將不需要用的房間區域 都納入了做客廳的範圍 幫他塑造一個特大的廳區 適合護主 一有空的時候 就會招呼一大班朋友上來聚會 這個單位一收樓 就有些位置的裝修已經很漂亮了 例如是廚房 護主就選擇保留內籠 正在微調和客廳之間的間隔 令到兩個空間變得更加健勢 這位屋主有個人的獨特品味 希望設計師透過簡約的奶油風格設計 幫他實現柔和舒適的Dream House 窄過千萬買新樓 都未必買到滿意的空間 原積間隔差得就差 務求增加室內的實用面積比例 設計師Kevin 從護主的喜好、信仰 和招呼客人的需要 改了大部分的間隔 一開始跟屋主去了解單位的設計 我們也有談過 儘量不想廚房對著大門口的位置 現在我們就把原先廚房的位置 改成一個神位的空間 先把廚房門調到電視櫃旁 面向客飯廳 採用暗門設計 不需要影響廳區的佈局 改了之後 還可以更好地善用圓關位置 用來做收納空間 第二步就是拆了客房和工人房 客飯廳的面積增加至280呎 有條件劃分成娛樂、休閒、用餐區等等幾個區域 即使請一大班朋友上來 都有充足的活動空間 原則只是保留了客廳 旁邊的主人房套廳都拆走 滿足收納需要 要空間更實用 少不免把房門拆開 重新起過 將書房門置中 更加符合附主的生活需要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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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直接看到 從老現代興車風的神位 將傳統的事物完美地融入新居 引領客人進入這個長和的家居 護主每天都有裝香的習慣 我們就從這裡為止 做了一個智能抽風的系統 每一次護主在裝香的時候 可以抽走這些味道 熱淺色調貫穿整個單位 務求令到所有到訪的人都有加的感覺 還要用到大量暖光燈 打破生硬的淺色面板 全屋的長身都用完毛面設計 就是為了配合無主選擇的這組毛毛家攝 幫你的空間營造一種更暖更輕鬆的感覺 不想整個色系列太過單調 其實我們都加上一些比較偏暖一點的木色系列 所以其實在地板上或者在貴身上 裡面我們都加了一些木色的元素 用色是塑造風格的關鍵 但考慮實際使用 還要配合間隔改動 這個廳給我的感覺都挺闊 我身處的客廳這個位置就有兩道拖門 我管這個空間 應該由原則其中一間客房改建而成 Kevin 飯廳那邊理由改了些甚麼 飯廳這邊其實我們就把原先的工人房 以及工人浴室的空間打拆了 變回一個飯廳的位置 最主要我們都是想令到我們客飯廳的比例 更加一致一點 正正因為這裡是工人房的套餌 所以就可以善用水喉位做了一個mini bar 當護主招呼朋友上來 想準備一些小食都更加方便了 安裝洗杯機 用完即洗 尤其方便獨居的護主 參考一般的輕車裝修 旁邊餐桌上安裝特色吊燈 更顯豪華氣派 讓這間屋處處滲透著 輕柔雅置的氣色 另一個重點 就是以弧線貫穿天花至牆身 弧形射燈的安裝 尤其考驗師傅手勢 裝燈後的後續工程 都要小心翼翼 才可以雕塑出圓滑的線條 這個四燈的設計 其實它有些特別 我們首先要在做油漆工程之前 我們已經安上這一盞四燈 之後去到做油漆師傅的時候 我們都要順著四燈的curve 叫油漆師傅細心去打磨它 再上油漆面料 電視機背景場 我們都用了一些沙石紋的鋼板 還有一些桌面 我們都選擇了一些 比較天然的一些 沙石紋的材料去做 最主要的原因都是 不想除了木和奶油式之外 其實我們都想融入一些 比較天然的一些物料在屋裡 象森獨運的手工藝 還有一系列以曲線貫穿的 入場收納櫃 要量身訂製 主人房床背延續客飯廳的風格 灰白色調的版材上面 以金邊點綴 模仿現代簡約系的酒店 旁邊還有一組高身衣櫃 以統一的色調延伸至到衣帽間 護主特別需要衣物收納空間 所以就將原則的套設 改裝成這個衣帽間 再做了一道圓拱形的門框 令到這裡感覺更闊 特意選了一幅流線型的全身鏡 為簡約的容式加添滿味 書房也貫徹現代簡約設計 陽光打亮木系組合櫃 整體感覺更加光亮 改了門之後就更加適合書房的格局了 兩組大櫃放在左右兩邊 中間就是書桌正對著大窗 做稀日上來也更有精神 家居新內設計最值得欣賞的地方 往往就是要透過調配適當的色彩 在鬧市之中營造寧靜的氛圍 新內設計真不簡單 今集時間差不多 大家可以下載有線新聞APP 可以從溫每集的內容 追蹤我們的專業和觀眾群組 緊貼最新資訊 如果大家有甚麼加高二難 都可以透過這些途徑發問 和大家分享 祝大家聖誕和新年假期都過得這麼開心 Merry Christmas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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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不會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